那么小程序呢,它除了提供给我们一些基本常用的容器组件外,它还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移动去拖拽缩放的一个容器组件,这个容器组件呢就叫做MoveAbleView,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一些属性,MoveAbleView这个移动容器组件呢,它必须是放在一个可移动的区域内,那么这个可移动的区域就使用MoveAbleArea这个组件来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MoveAbleView必须放在MoveAbleArea这个组件范围内,那么我们一起来看MoveAbleView通过哪些属性可以控制它的一些表现 首先是direction呢,表明了我们MoveAbleView它移动的一个方向,既可以是我们横轴的方向,也可以是纵轴方向,也可以是all,就是任意方向移动 那么它的默认值是none,也就是默认我们是不可以去移动的 InnerTier这个属性呢,是表明了我们MoveAbleView它在移动的过程中是否有惯性 那么OutOfBund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容器超出我们可移动的区域之后,它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的移动 我们也可以通过X,Y这两个属性来设置我们当前的移动的这个容器,它在我们区域的一个位置 那么X和Y它的这个偏移量呢,是相对于我们的一个可移动区域来说的 Dumping属性呢,它其实是一个阻尼系数,主要控制我们移动的这个元素,它在移动过程中的动画,以及它在超过边界回弹时的一个动画 这个值越大呢,我们移动的就越快 Friction这个属性呢,它是一个摩擦系数,和我们的阻尼系数不同 阻尼系数它是在滑块移动起步的时候它的一个动画 那么摩擦系数呢,是滑块元素它在停止时的一个惯性的一个动画 那么Friction这个值越大呢,滑块就会越快的去停止 Disable的这个属性呢,大家肯定也都了解 它主要是来开启或者是禁用我们的这个移动容器 那么MoveableView这个容器呢,它不只是可移动的 它还支持一个缩放的特性 我们可以通过Scale属性来控制它是否可以支持双指缩放 那么ScaleMin这个属性呢,它是指的是我们元素在缩放倍数的最小值 是指我们元素在缩小时,它的一个宽高比占我们正常元素时宽高的一个比重 那么ScaleMax呢,它指的是缩放倍数的最大值 也就是这个元素我们最大可以缩放到什么程度 缩放到最大时的这个宽高所占我们正常元素的宽高之比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ScaleValue来控制它的一个缩放倍数的一个比重 这里呢,MoveableView它提供两个基本的事件 一个是Change事件,另一个是Scale事件 Change事件呢,指的是我们在完成一次拖动后 它所触发的一个事件回调 那么Scale事件呢,指的是我们在完成一次缩放之后 它会触发的一个事件回调 那么除了基本的事件之外呢 MoveableView它还提供了两个特殊的事件 一个是H-Touch Move和V-Touch Move 那么H-Move呢,它表示我们初次的时候 手指在横向移动的时候一个事件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Catch属性来取消冒泡事件的话 它对应了一个Touch Move事件也就会被Catch掉 同样的V-Touch Move事件呢 它表示我们初次手指移动为纵向的时候一个事件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一点是MoveableView它必须嵌套在我们的MoveArea里面 另一点呢,是MoveableView它必须设置它的一个宽高 那么当我们MoveableView这个可移动的容器 小于我们MoveableArea这个可移动的区域之内呢 它可以在我们区域内正常的去移动 那么当它大于可移动的范围内 这个移动的容器它必须要包含我们MoveableArea它的这个区域范围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实例来看看MoveableView来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编辑器里面我们有两个窗口 左侧呢是我们的一个index.vxml文件 右侧呢是index页面它对应的一个js文件 在vxml文件内呢我们是定义了三个MoveableView 那么在左侧的index.vxml文件内呢 我们是定义了三个可以移动的容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宽高为200px的可移动的区域 同时我们给它了一个红色的背景色 以及让它去左右聚中 那么在MoveableArea这个可移动的区域内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MoveableView可移动的容器 这个容器它的宽高是50px 背景色呢是蓝色 这里呢我们通过x和y属性来动态的绑定它的一个偏移量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侧的index.js的data对象里面 我们初始化给它x和y的偏移量是0 也就是它相对于我们可移动区域范围内 它的一个x坐标和y坐标 那么direction属性呢我们是定义了 让它可以向任意方向去移动 inner tier属性呢我们是给它了一个处 让它具有滑动的时候具有惯性 大家可以看到在MoveableArea这个可移动的区域组件下 我们写了一个button按钮 button按钮内呢给它绑定了一个type的点击事件 这个type事件回调函数的代码的含义呢 是让我们可移动的滑块相对于它的可移动区域范围内的xy 偏移量是30px 大家可以看到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的滑块具有惯性的移动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通过port drive手势 将我们的滑块在可移动的范围内进行移动 那么大家再来一起看第二个MoveableArea组件 第二个MoveableArea组件呢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宽高为50px 背顶色为红色左右居中的一个样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们看不到它MoveableArea的一个表现 这是因为我们给MoveableView设置了一个宽高为140px 背顶色为蓝色的一个样式 它是盖在了我们MoveableArea组件之上 这里我们给MoveableView设置了一个任意方向的去移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移动之后 可以发现我们所移动的范围是必须要包含我们 MoveableArea这个范围之内 即便是我们看不到它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最后的一个MoveableView 最后一个MoveableView它是可以缩放的 我们在MoveableArea可移动范围的这个组件上 给它设置了一个宽高为200px的样式 同时给它设置了一个红色背景色 以及左右居中的样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MoveableArea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ScaleArea ScaleArea就表明我们这个可移动区域的范围内的 它的一些容器是可以去进行缩放的 那么在我们的MoveableArea设置完这样的一个属性之后 我们还需要通过MoveableView的一个Scale属性 来让它支持双指缩放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设置了几个属性 一个是Direction Out 是让它去任意方向的去缩放 那么BandChange呢 是给它绑定了一个 当它去移动的时候 它的一个事件回掉 那么Scale呢 是绑定了当我们的元素进行缩放的时候 它的一个缩放回掉 ScaleMin呢 表示了我们最小的一个缩放比是0.5 ScaleMax呢 表示我们缩放的最大倍数是4倍 那么ScaleValue呢 表示了我们当前它缩放的一个倍数 也就是2倍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它其实触发的是刚刚我们所绑定的一个Change事件类型 那么当我们缩放的时候 它实际上还会去触发一个 OnScale的这个缩放的事件回掉 因为我们开发者工具上是 目前没有办法去通过手势来进行缩放 大家可以下去在真机上去进行预览 那么上面呢 就是我们小程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 MoveableView的可移动的容器组件 大家下去可以去尝试更多好玩有趣的例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